高鐵財務改革方案還沒有通過 最快可能三四月就要面臨破產了 這整筆爛賬啊 搞得沒有辦法收拾 高鐵前董作殷琦卻說 早在2007年 高鐵就已經著手規劃融資清償計畫 但是他說2009年 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 有政院高層從當中阻撓 2013年還曾經密函前行政院長陳聰 他說這個高層啊 就是現在的交通部長毛治國 逼著他交出高鐵經營權 質疑當時就打算圖利特定財團 2000年台灣高鐵成為全球最大BOT案 當時得標的五大集團 僅僅投入300億 不僅未達合約要求的2成5 還高估35年內可回收5000億 甚至還可能有更多獲利 錯估形勢 導致高鐵後續破產危機 不過前董事長殷琦 日前對外表示 其實高鐵公司早早就規劃了 融資清償計畫 根據一期說法 2007年高鐵就規劃出 融資清償計畫 只是2008年碰上總統大選 交通部以政黨輪替理由 暫時擱置 但等到了2009年 國民黨重新執政後 交通部卻立體債務重組案 殷琦更透露 其實是有政院高層 重中阻撓 在2013年殷琦密函前行政院長陳冲 表示持任交通部長的毛治國 承諾解決 不過卻要求他辭去高鐵董作 改由政府主導 更直接挑明的說 我們都希望高鐵活著 但不能在你們民間股東手上活著 質疑當時就打算要圖利特定財團 密函內容是否屬實 交通部低調沒有多做解釋 大陸工程也暫時沒有回應 不過面對高鐵拆改案 確定過不了 立法院12號火速審查 獎餐交通接車條例 確立接管高鐵法院 那接管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法院來做處理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產生所謂的 彼此之間的正義的問題 所以站在我們立場 我們當然期待今天的這個 獎餐的這個修法 能夠順利的通過 高鐵最快3、4月就要面臨破產 營運至今爭議不斷 燙手山域 交通部恐怕只能先朝 維持營運方向 走一步算一步 記得旅學校高家福 台語報導